我们看到新闻报道也确实大吃一惊 立法院在相关的管理上应当更为严谨 纵使说这位马志威他只是一审有罪 但是因为他涉入的是国安相关的罪行 所以他如果是以媒体身份进到立法院 那以后针对这样一个特定人士 立法院的这个审核出入的这些名单 应当要多加严谨 但是他是不是用媒体的身份进到院区 或是有其他立委或是党团协助他进入院区 我想这都有必要让立法院相关作业的人员来加以厘清 我认为未来立法院在管理上应当无论如何 就要更严谨一些 任何涉及国安疑虑的人士被宣判有罪 可以动辄以媒体身份大辣辣的进出立院 而且在一场直播 这个事情我个人还是认为不容小觑 但是如何做好管理跟把关 那也不侵犯媒体工作者的工作自由 这个部分我想韩国瑜院长应当有智慧 可以来妥善处理